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胡大师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们想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 你比我专业 谢谢胡大师 我来自河南 长远 我叫李巧莲 我叫李舒奇 我们是皮影剧团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年头了吧 现在有300多年了 我看一下 那300多年 我这拿手上这是一文物啊 是啊 我这拿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就是暴青天 你那个是 我这个是个黄蚂怪 这是妖怪 其中一个老虎 你们今天拿着这三文上百年的东西 跑这来干嘛 向谁告白 我师父向我师母告白 她今年都100岁了 我师母今年都97岁了 他们两个恩恩爱爱 80年了 80年了 20岁就在一块 是啊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过去我唱女的啊 过去你唱花旦是吧 哎 哎呦 还这样走的是吧 来 那老生怎么走的 老生啊 老生是这样走的是吧 武生怎么走啊 我师父的眼不花耳不龙腰不酸来腿不疼又不嗨了又不哼还能气麻辣验宫宫 刚才您两位徒弟说您今天来告白的目的是想向自己的老伴告白 是吧 是的 那时候偏凶啊 我上外边摘眼皮影 我老板在在家找我家庭 她在干活啊 她的酒消啊 都走不上来 她眼睛跳不见了 哦 眼睛看不见了 眼睛瞎了 啊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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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啊 别激动 别激动啊 叔了 这歌这唱歌哪唱 要我跳不见 你都上电视了呀 哦 就是永远为观众来服务 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演过一场 是吧 今天就说你啥时候能上电视 你为我演一场 哦 明白了 1935年 就在吕欣哲老人还只有20岁的时候 因为一场披影戏 而认识了富家小姐张思荣 以表演披影戏尾声的贫穷小子吕欣哲 因为人品财貌 深深吸引了张思荣 张思荣不顾族人的反对 执意与吕欣哲结为夫妻 在后来80年的人生长路中 两人经历了战乱 灾难 曾经风餐露宿 曾经风雨同舟 如今五个孩子长大了 而两位老人都已经白发苍苍 因过度劳累 眼睛失明的张思荣老人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在电视上 听到老伴为他单独的表演一段 今天百岁老人吕欣哲 不远千里来到完美告白的舞台 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妻子 跨越世纪的小小心愿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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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